这民进党的副总统参选人苏家全 今天到宜兰参加造势活动 在台上就痛批马总统和平协议 是统一前奏曲 不过捐出农舍之后 岳母现在是搬到台中跟苏家全同住 传出苏家全会担心岳母不适应 花很多时间会陪家人吗 不过苏家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说他是不愿意回应跟选举无关的议题 支持者人生不多但生世不弱 苏家全一线身 情绪沸腾 来到上次县市长选举中 成功蓝天变绿地的宜兰县 苏家全信心大增 台上石成功力猛轰马总统抛出的和平协议 管他什么农舍争议 岳母搬家通通先抛脑后 苏家全院母因为农舍捐出 被迫搬到台中丰园社区大龙和苏家全同住 从大庄园入住小公寓会不会不习惯 苏家全谢绝回应 但从脸上轻松的表情看来 虽然现在得多花点时间陪岳母大人适应环境 但起码苏家全不用再担心 岳母会不会哪天一时冲动 还真的想搬进总统府 中文宣传 郭先生 王正 A7小组 宜兰采访报道